在前天举行的2021年华为分析师大会上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对智能汽车业务的讲话激起了千层浪 最近发布的自动驾驶演示视频 为上述声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根据该汽车媒体42号车库发布的内容 使用华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汽车 已经能够在城市开放的道路上顺利驾驶 面对红绿灯、十字路口左转、行人两轮车入侵 以往汽车、夜间行驶等复杂路况 可以妥善处理 经过近8年的研发 华为投入了大量的物理和人力 带来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 包括联网能力、自动驾驶、动力平台、驾驶舱体验和车云管理 在自动驾驶技术展示了 与全球自动驾驶新标杆口号相匹配的实力后 华为走向何方 完全自动驾驶就在眼前 此次自动驾驶演示车辆 以华为与北汽合作的吉胡Alpha S为基础 北汽进行整车生产销售 华为提供自动驾驶等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应邀媒体都在华为上海研究所附近的道路上体验 虽然有主场作战的嫌疑 但各种路况都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绝非打小超就能应付 示范路线上出现了大量没有保护的路口左转环节 最恶魔的是 中间还出现了可怕的情况 电动汽车加前方行人轨探头出现 车辆做出了借道避让低速通行的决定 而这正好是自动驾驶一直不受欢迎的地域级场景 这个操作 连有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看了都要感叹 从技术名称可以看出 华为相当自信 与目前主流的辅助驾驶划分界限 直接冠以高级自动驾驶全站解决方案 Aautonomous Driving Solution ADS的名字 之前引起媒体争相报道的小鹏NGP 一直自称自动驾驶辅助 更不用说 只在美国测试没有进入中国的特斯拉FSDBETA了 一旦技术一旦落地 驾驶体验就会有质的进步 离开车位上路 选择目的地后 就可以将整个行程托管给车辆 它会自动完成导航 行驶 避障等过程 并且不会区分城市道路或封闭道路 你当然要有驾照 不断地监督车辆 但是怎么都比高速使用辅助驾驶更容易 自动驾驶技术 所属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是华为近年来重点投资的主要方向 今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 然而 华为并没有亲自制造汽车 而是推出了面向智能汽车的Homesite品牌 与正在转型的传统汽车制造商合作生产 在几乎αSHI版本中 使用了三个激光雷达 六个毫米波雷达和九个视觉摄像头 挡风玻璃上 还有四个双目夹 长焦夹 超广角摄像头 在热火朝天的军备比赛中 依然相当豪华 雷科技从未想过 定位主流价位段的电动车 可以在自动驾驶技术堆料上 如此不留余地 甚至在造车新势力中 自动辅助驾驶技术推动的最激进的小鹏 其最新推出的激光雷达 全球率先量产上车产品小鹏P5 也不过是两个激光雷达 五个毫米波雷达而已 目前已有 Waymo等激光雷达方案 车型上路试运行 但成本较高的企业 并非进入千家万户的车型单的起 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包括 AI计算能力达到400TOPS的芯片 同时也大大领先 与此相比 特斯拉销售的HW3.0 是144TOPS 两个72TOPS芯片相互备份 英伟达计划在 2022年上市的ORIN芯片 是254TOPS Mobilize计划 在2023年上市的 EAC6 只有67TOPS 该技术预计 将于2022年下半年推出 但目前已采用高传感器规格 高计算能力核算法研发 取代了自动驾驶感知 和决策能力的惊人表现 目前 华为已经实现了 96线激光雷达等 零部件的自主研发 有望降低方案的整体成本 支持城市道路 自动驾驶的 几乎AlphaSHI版的 高级版价格为42.99万元 与非HI版相比 其顶配价格提高了近10万元 在与20-30万级主流中 高价车辆深度整合 进入大众出行生活之前 似乎已经掌握了 L4级华为自动驾驶技术 有些问题需要找到 合适的解决方案 例如车辆路线规划 展示车辆行驶路线 依赖于高精度地图数据 优先级高于传感器收集的路标 信号灯 其他车辆行人等信息 今后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 完成大规模高精度数据采集 提供同样高质量的长期维护 和决策策略优化 显然会影响 华为自动驾驶能力的普遍性 比如面对复杂路况的 司机的决策路径 但也表现出了 对突如其来的行人和汽车路线 做出低效决策的情况 要想在现行交通法规下 实现安全高效的自动驾驶 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判断能力 就目前发布的演示内容而言 我们有理由相信 华为有能力保持技术领先 与整车厂商合作的商业模式 也是推动力之一 华为和汽车公司各取所需 受特斯拉的影响 中国汽车制造新势力的行动 同样轰轰烈烈 一大批企业涌现后又大浪逃杀 头几家也经历了 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起伏 现在未来 小鹏理想销量不断上升 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似乎重新激活了这片蓝海 同时也吸引了 几乎所有传统汽车企业的参与 这时远远不能与当时同日而言 快速充电 电池容量以及背后的里程焦率 仍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电能驱动本身 早已不再是市场的兴奋点 而且 从燃料转换到电力等新能源之后 汽车本身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当然 最有价值的是智能驾驶体验 向前再推一步 就是安全可靠的自动驾驶技术 怎样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一直是科技进步的主要命题 汽车自动驾驶也不例外 不仅仅是华为 百度 Waymo 特斯拉 小鹏等厂商都在投开放式自动驾驶研发 使用场景不再是过去的实验场 高速公路等封闭道路 而是覆盖了更多人的日常驾驶需求 然而 城市开放道路自动驾驶 意味着高度的研发投资 与目前市场上 许多产品实现的固定停车位和高速公路相比 城市开放道路的道路环境和交通参与者 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 制造商不得不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可能影响正常驾驶的潜在问题 高研发成本暂时不提 有没有研发实力都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据说华为智能汽车业务最大的几位合作伙伴 北汽 长安 广汽 都是拥有明星燃油车产品的传统车企 在造车这件事上有自己的理解和积累 但并没有像上面提到的那样 在自动驾驶领域有投入和产出 汽车公司选择华为技术 甚至主动标榜Homeside微期背书 无疑是一种技术不能 不需要大量增加R&D成本 在现有产品规划中植入验证技术 就能带来足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自动驾驶体验 再者 电动平台 驾驶舱体验等等 简直就是说我负责智能 你只管造车 对于华为来说 与汽车公司合作 将整车的设计和生产交给后者 也分散了进入汽车市场的潜在风险 价格高达五位数和六位数的汽车 研发成本高 与安全有很大关系 一旦失败 就意味着巨大的损失 当小米宣布进入智能汽车领域时 雷军将在十年内投资100亿美元 并将1000亿美元现金储备视为最大实力 就豪华硬件和经验软件算法的性能而言 过去定价 华为的自动驾驶成本不会很低 高端自动驾驶一直伴随着高价 看看其他声称有自动驾驶能力的产品 配置最完善的顶级版本往往超过主流价位 合作伙伴受产品力天花板的限制 只能在中低端市场分担高 汽车价格随着技术的不断上涨 仅靠超模的华为自动驾驶技术 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支持 就存在着综合性能的短板 这类产品最终能否取得相应的市场性能 也许还得打个问号 华为自己造车要多久 不仅仅是自动导航 华为在几年的发展中 已经建立了联网能力 动力平台 驾驶舱体验 和车云管理五大智能系统 号称是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由于技术储备日趋完善 华为真的不可能自己下场 打造一款全车产品 自己设计生产 采用自己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虽然任正非多次表示华为不造车 但华为也一直口风言是 只做TE级供应商 为整车厂商服务 不参与直接竞争 但华为也曾表示不做手机 而在其正式入场仅几年时间 手机就带动整个消费者业务 成为过半的收入来源 智能车难免会有真相瞬间 直接生产和销售智能汽车 将是最有效的竞争方式 华为能更有效地控制 外观设计 驾驶体验 整车装配 渠道建设等环节 打造更具产品力的智能汽车 事实上 华为手机业务 早已上演过这一幕 从运营商市场走出来之后 智能手机业务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更何况华为已经是消费者认可的企业了 华为将是中国消费者 在产品上获得的产品实力 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的更好目标 通俗地说 只要华为表达了进入汽车市场的态度 在市场上获得关注和销售 就比女性追求男性简单 与希望快速转型的传统汽车公司合作 可能只是华为参与汽车行业的第一阶段 显示出不可低估的实力 然而 在消费者体验更好 综合产品实力大幅提升的下一阶段 我相信华为不会让消费者和整个行业等待太久